我想我们应该回这个 我只有一个女儿对圣经很抵触 怎样来潜移默化 尤其是免得孩子觉得被强迫 这个是非常严肃的问题 可是当孩子们或者是 我个人觉得当他不听的话 你再多讲其实就等于再给他 他会觉得厌烦 可是你流入你的爱 然后为他说告诉他 我每天都向上帝求 为你来祷告祝福你 至少我到现在还没有讲说 孩子们跟妈妈或爸爸说 请你不要为我祷告 拜托你不要为我祷告 还没有这样子 包括我自己的孩子里面 圣经里面讲的很重要一句话 就是如果不是神的荣耀吸引人 没有人要到主耶稣这里来 所以这一句话就是讲得很清楚了 那如果我们跟神亲近 对真理的追求 让我们圣灵充满 那彰显神的荣耀 他会接近主耶稣 会要追求真理 因为圣灵会做工 就是人性 不是人的工作 是圣灵的工作 我记不得我看哪一本书了 说圣经的文字呢 对于不信的人 它是中立的 重要的是传递圣经的人 大概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我们怎么去传递圣经 我想这个问题 可能背后就是 我们传递的 给孩子传递圣经的方式 让他们觉得 或者是自己都感到孩子 被我们逼迫 就逼着就去相信 我觉得这种 不管是孩子 是所有的人 任何一个人 神创造每一个人 都有独立思考的这个能力 这神给我们的 一个形象的一部分 所以就算是再好的东西 强加于人 也是很难的事情 我觉得 我自己呢 就是说跟那个 父母们也分享 就是说 你想改变一个人的这种 理性思考的能力 你首先要跟他 在感性上有连接 因为你不可能 用话语去改变一个人 可是你可以 用情感去改变一个人 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想我们父母 可能把他这个 我们也爱孩子 但是倒过来了 先让他们接受圣经 然后呢 我们才更爱他多一些 因为他是基督徒 如果你是反过来 这样推动信仰 那我想可能 多半可能会 会比较失败 可能会有挫败感